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再来看 连身法王卢盛宴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红法行程 在2012年10月14日 来到静心堂 而且又在慈悲的示范 普巴金刚的首印口诀 我们就继续来听 连身活佛的宝贵开始 昨天讲那个吉利吉利亚 我不想吃吉利吉利亚 三娃比加连半烘焙 没有讲到这个首印 对不对 这个首印也是内博 首印是内博印 有一点像大威德金刚所 跟文族斯利菩萨所结的首印 大威德金刚结的是稍微有点弯曲 但是吉利吉利亚是伸直的 伸得非常直 两手这样合起来 单手是不可以看的 是两手合起来紧紧的 有叫做内博 内博印 外博印 外博印是这样子 外博印是这样子的 所谓内博印是这样子 那么两个宗旨合起来 这是吉利吉利亚 它本身的所印 这一点很重要 你持咒的时候啊 最好结他的所印 就代表你自己就是吉利吉利亚 吉利吉利亚 那你念他的咒啊 嘴巴就代表着亲近 观想他的形象 三面 那金刚绝 上面有马头明王 还有大威德明王 有金刚索 有金刚明王 马头明王 跟大威德明王 三个面孔 下面有金刚结 直接插力的 或者他本身的金身 有翅膀 他翅膀都是刀 都是刀 他的翅膀全部都是刀 那这样子观想他的话 就是你的意念亲近 那你的身体亲近 你的口亲近 这样子你身口意亲近 不乱想的时候 所念的咒语 所念的佛号 佛菩萨都会听到的 他会来加持你 甚至于你非常接近 到最后跟你相应 相应就是跟你合一了 跟你合一的这一种现象 就是相应 那这样子呢 他就发挥出 这个本尊的一种力量 那修行是就是修 把七情六意 把那个自己的欲望 把它淡薄化 把它淡薄 那将来啊 自己身亲近 口亲近 欲亲近 就能够到了佛国净土 经常做这样子的正行的修行 观想他 持他的咒 结他的手印 入山灭地 就是禅定 禅定 常常这样子做的话 自然能够 往生亲近的佛国 今天讲的啊 跟这个靖心堂是很合的 对不对 他本身就要清净你自己的心 如何清净你自己的心呢 把自己人间的欲望淡薄 远而彼舌生意给他 Q了 Q了 杀了 杀掉 那你完全就等于是 好像你只要杀了六贼 就是阿罗汉了 你只要能够杀六贼 你就应供 什么叫应供啊 应供就是你可以坐在这里 受众生的供养 就是应供 阿罗汉是杀贼应供 应供就是坐在坛城啊 受众生的供养 众生拿什么东西啊 甚至人家不供养你 你就到他家的冰箱去拿来吃 他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了 那就是应供了 那静心两个字啊 这个静心 心是无形的 什么是心啊 眼耳鼻舌生意 意根 这个阿赖雅 到了这个完全清净的事 清净的事 这个就是代表心啊 这个就是代表心啊 你必须要先把这个 这些所有的心 全部收拾了 完全变成清净的心 那么这个心才叫做静心 今天讲的全部都是静心堂的静心两个字 这个来这里啊 谢谢这个联庭上司 他的邀请 谢谢朱真白 谢谢朱真白的夫人 还有谢谢大家 在座的静心堂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静心啊 所以你们在静心堂同修的时候就知道 原来静心啊 是杀掉六结 淡薄名利 对于七情六意 越来越淡薄 那么 往生这个佛国净土 到了天界 到佛国净土 最终的成就的相应 到最后你成佛 多全部就是用静心两个字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来给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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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大家 敬一下 因为 要灌顶这个姚子金母七大王的话 八大王 八大王 下一个深吹法 深吹 好 那你们就是 两边就是 让一个让师尊走的路就 好 师尊走出去的时候啊 浮沉会向两边 两边摇动 两边摇动就等于灌顶 我祈求这个姚子金母 这个能够下降在浮沉上面 那么它摇动的时候 就等于在你们头上给你们 用浮沉给你们浮过了 那一面走一面出去的话 一面 一面就给你们灌顶 这样好不好 好 这是联生活佛卢盛宴 在都伦多静心堂的法语开示 之后为所有的弟子做姚池姬母 八大法的灌顶 各位观众 别生法王卢盛宴 受土灯达尔籍上师主席 弘扬十轮金刚大法 此法受灌顶修持 有无上殊胜利益的功德 台湾磊藏寺将在四月六日 再度恭请联身法王主持 十轮金刚护魔大法会 并有十轮金刚多项不共法的灌顶 请您要把握此身法源 十轮金刚护魔大法会 详情请电台湾磊藏寺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联生活佛爱说笑 到底什么好笑 笑中又暗藏什么玄机 欢迎您用心品味 卢盛宴文集最新著作 笑话中的禅机 各位观众 联身法王卢盛宴 从2008年7月开始 在西雅图台湾 讲授诠释六组谈经 现在已经全部绘整出来 整套文集 大心印 想要再细细参研 联生活佛解说六组谈经 欢迎您研读大心印 详情请电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